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,今年五一假期,全国口岸日军出入境人员将达176万人次,较去年同期增长40.5%。 上海浦东、广州白云、北京首都、成都天府、杭州萧山等大型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。 预计,日军出入境人员分别为8.8万、4.1万、4万、1.7万、1.3万人次。 随着港澳居民与内地居民北上、南下双向奔赴热潮持续,加之五一期间,港澳地区将举办多场大型演艺活动和烟火表演,比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。 其中,深圳罗湖、福田、深圳湾口岸预计将达19.4万、19.1万、13万人次。 珠海拱北、清茂、港珠澳大桥口岸、日军出入境人员预计将达32万、11万、11万人次。 日前,国家移民管理局就做好五一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,做出专门部署, 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和口岸运行情况监测, 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情况,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, 加强勤务组织、配置充足警力,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